屏东线小琉球因为它的自然生态丰富 再加上碧海蓝天 成了这几年非常热门的观光圣地 但是没有想到 现在已经被大量的垃圾堆所取代 看看这些照片可不是哪间垃圾掩埋场 而是原本风光明媚 一年吸引上百万游客造访的小琉球 如今却被网友批评 要生态没生态要休闲没休闲 根本不建议游客去玩 看看左边是网友97年所拍到的干净沙滩 当时的小琉球还没被商业气息充斥 海水干净如今网友就地重游 却惊见这可悲的一幕 贝壳沙滩上不见贝壳反而满是垃圾杂乱不堪 实际走访就跟网友说的一样 碧海蓝天搭配上的全是成对的垃圾 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就不会踩到了 不但沙滩上出现废弃针筒 夸张的是海面上还漂浮着一大堆垃圾 就连露营区内也随处可见成堆的饮料杯 还有使用过的农药空罐子 竟然也出现在沙滩上 根本就成了垃圾堆 就连齿轮油和建筑废弃物 也全都出现在海岸边 游客成了生态的最大杀手 网友痛批 小琉球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观光价值 花了钱出游却没有得到相对的旅游品质 只能拜托即将前往小琉球观光的游客们 多点功德心 让四年前的碧海蓝天美景 再次回到你我的眼前 中天新闻称谷明张喜 屏东报道